各位好,現在用一點短短時間來跟各位介紹一個我認為不錯用的手機架 那這東西我思考很久,然後也跟電源來做討論 終於找到一個非常好的方案 那我現在用這個行動電源來模擬手機 然後它的這個設備有這樣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就是一般我們所稱的攝影的腳架 那你可以都通用,只要這螺絲孔是這個size,應該是四分之一吋都可以用 然後一般這種就是很常見,你可能上面在接什麼桿子啊,手機桿都可以 那所以這個東西你都可以買,然後它有一種是 這邊是外向頭的,圓球的它可以轉,就可以這樣轉角度也可以,那種也可以 那這東西所以這東西沒有什麼特別,只是說這個是底座 那這個你可以有很多應用,只要是孔是這種的 那這個東西就很特殊了,這東西我蠻推薦的,它是這個牌子 U-L-A-N-Z-I-S-T-16,形容是S-T-16 它這東西什麼特殊,第一個 它可以轉上來 那其實就是有點像手機這樣子 然後它這邊是伸縮的,伸縮的 還蠻強的喔,沒辦法鎖定它是蠻強的 我就讓它卡住它,然後再往前推,下面就卡住 所以等於是可以這樣子 那當然這樣不穩,所以你 它下面有這三個,都是同尺寸的,你可以去鎖它 去鎖它 把它鎖起來 所以就變成,你喔,就變成一個很好的手機夾 這比市面上賣的都還要堅固那樣 因為它兩個都是金屬的 那因為剛剛這邊邊,後面這個 這個角,它是可以轉的 它還附個小工具,反正就內六角啦 所以你這樣看一個影片 當然這個角度 就沒辦法,你把鎖緊都變成固定這樣子 但是你,我大概會稍微調一下 然後你可以這樣 如果說,天花板的燈太反光 你就可以調角度 這樣子 那有的人說,我要看直播怎麼辦 其實它這個厲害的地方就是說 它這樣子是兩邊夾嘛 但是它還可以轉過來 所以一樣的,它就會變成你要手機 也可以看成直的 直的 就變這樣子 所以它,光這個小東西 它就有兩個二維,兩個空間 一個就是這樣子轉的空間 一個是這樣,躺平的空間 那你另外這個地方 像我 是,就是不要把它轉緊嘛 所以它又變成可以這樣子 航向,航向的空間 所以它變成300 它變成這個已經算是三個軸都可以用到的 所以很方便 那頂多有的人說那高度 那整個高度 那一樣的啊 你說下面可以再接一下 它的一個連桿 比如說相機的 你說那種相機的三角架也是啊 三角架 這樣直接這樣架出來 可以架很高都可以啊 那像 你在外面用其實都很好用 那我等於這影片呢 來跟各位介紹這個 不是我要賣這個東西喔 不要誤會 但是我為了找這個好的手機架 就是它腳架要夠張開 因為我養動物嘛 所以 你這個腳架如果不夠張開 一般手機架可能就只有一個這樣 這樣一個V字型的齁 那可能一推就倒了 然後你看那張這麼大 那如果說真的還怕動物 那你就會叫它貼一下貼一下 假設你是一個 要比較 要固定住的一個狀況之下 那以上這個東西順便告訴各位一下 好,拜拜